而其中有一个模块就是HDMI硬的模块 通过这个模块我们只需要插入HDMI线 再连接Xbox之类的游戏主机 这个时候打开系统里的相机 你就会发现游戏主机的画面显示到了笔记本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笔记本来录制游戏主机里的画面 或者说可以通过OBS来直播你的游戏主机上有完的内容 这个HDMI硬的功能在使用下来没有感受到明显的颜值 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如果你在没有显示器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用它来连接游戏主机打打游戏 当然这也是图一乐的行为